学会维修开关电源呢 就能解决绝大一部分的电气故障 这句话呢 是在我们维修行业中经常说到的 而想学会维修开关电源呢 我们就要了解开关电源的基本工作原理 只有了解了开关电源的基本工作原理 我们才能掌握维修开关电源的一些方法 今天呢 我在这里拆了三个金生羊的开关电源 那么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就是这个 开关电源中PFC电动的工作原理 以及它的作用 我们都知道PFC就是一个功率因素的校正电路 那么我们要清楚啊 它是如何进行这个功率校正的 这里呢 一共有三个金生羊的开关电源 其中呢 右边这两个是带这个PFC电路的 左边这个小功率 它是不带这个PFC电路的 那么我们着重就来了解一下 PFC它是如何进行一个功率校正的 那么我们都知道啊 它这个PFC功率校正因素电路 它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减少这个电源的这个无功功率 使它的这个效率更高 那么我们这个无功功率是如何产生的呢 它实际上就是由于这个开关电源上的这个大力波电容产生的无功功率 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开关电源在通电的一瞬间呢 它会比这两个大电容充电 而由于这两个电容的容量呢 都比较大 那么它充电的电容呢就非常大 那么就会吸收电网非常大的电能 但是这个电能呢 又被这个电容储存起来的 它并没有做工 所以说就叫无功功率 那么简单的来说呢 这个无功功率所产生的原因呢 就是由于给这两个大电容充电所引起的 但是随着工业化的这个进步 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开关电源的功率啊 是越来越大 像这样一个开关电源 随随便可以做到200瓦300瓦 那么这个开关电源的功率越大呀 它所需要的这个电容的容量就越大 那么电容的容量越大呢 那么它的无功功率呢 就会增加 所以说我们设计开关电源的工程师啊 它就设计出了PFC电容 那么通过我刚才的介绍 大家应该知道 我们这个无功功率的高低呢 就取决于这个电容的大小 那么我们最直接的方法啊 就是说降低这个无功功率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什么呢 减小这个电容 但是刚刚我也说过了 我们一旦减小这个电容 就会使我们这个 电源的功率下降 那么大家在生活中 见到一些电源呢 应该也注意到 像我们比较小的功率的电源 它那一般是没有PFC电路的 一旦是这个功率达到几百瓦 甚至更高一点 它就会用到这个PFC电路 因为我们小功率的这个开放电源呢 它直接可以用个稍微小一点的电容 它的无功率会就比较低 但是我们如果功率比较大的开放电源 如果还用小的电容的话 那么它的功率肯定就不够 那么就用上了PFC电路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电源 这个是一个 无PFC电路的开放电源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电容啊 这个电容呢 本来是这样套着的 我给它把它拨开了 我们看一下其中一个 这是一个一百二十六月发 四百五十伏的电容 它是两个并连 那么这个我没猜看啊 我们就算它是一百二十微发 那么这两个并连在一起呢 就是二百四十微发的一个电容 这个电源的功率呢 大概就是一百多瓦 这个功率不是特别大 所以说它就没有用PFC电路 而是用了两个稍微大一点的电容 好我们再看这一个 这是用了PFC电路的一个开放电源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电容 一百二十微发 比这个呢将近小了一半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也是带PFC电路的 同样它使用了一个比较小的电容 那么为什么大的开关电源 功率更大的开关电源呢 它可以用更小的这个电容呢 就是因为它增加了这个PFC电路 好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说一下 为什么我们增加了PFC电路之后呢 我们可以使这个大电容的容量降低 那么既然以这个电容充电有关系 那么我们就来简单的讲一下 这个电容充电的时间大小的关系 我们这个电容呢 相当一个水池子 但是我们这是一个大水池子 一个小水池子 那么我们用同样的这个水量 水流往里面加水的话 我们加到满为止 那么我们是不是这个小的电容 它冲起来会更快 加起来会更快 就说很短时间之内 它可以把这个池子的水加满 而这个大一点的呢 它会要的时间长一点 假如说这个刚好是这个的两倍 那么这个要一分钟的话 这个就只要三十秒 当然在同样水流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这个电容也是一样 它的充电的时间的大小 在充满的时候呢 它取决于这个电容容量的大小 当然我指的是这个充电电流 都是一样的情况下 充电电流充电电压 是一样的情况下 充满的大小 越大它时间越长 越小它时间越快 那么这里呢 又还涉及到一个放电 放电的和充电是一样的 那假如说我这两池水 我们用同样的速度往外放 同样的水流往外放 那是不是这个小的这个池子 最先放完 这个大的池子就放的慢一些 那同样电容也是一样 我们小的电容 放电的时间呢 肯定会比大电容的放电时间 放的更快 当然在放电电流 也是相同的情况下 好 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开关电源上 这边我也画了一个图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没有PFC的 它的这个电容上面的这个电压的变化 我们220伏的四电 经过整流之后呢 这里是一个脉动的直流 如果没有这个绿波电容的话 它是什么呢 它是从0到311伏 这样的变化 好 那我们这个电容后面呢 就还有什么 还有开关管 开关电路 那我们的开关电路 它的频率很高 我们知道我们的四电 它的频率是50赫兹 那么整流成这种 馒头锅的时候呢 它是100赫兹 我们开关电源 我们第一点说 一般在20千赫兹 左右的一个频率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 这个频率啊 比这个频率啊 大了不知多少倍 好 我们知道了这个开关管的这个频率啊 是远远大于这个电容充电的频率 那么我们来画一个图给大家看啊 我们在一秒钟 它是100赫兹 也就是说 一秒钟 它有一百次 可以把这个电容上的电 从0伏 充到了311伏 在一秒钟 它是只充100次 但是呢 我们这个开关电源呢 它是2万次啊 这个20千赫兹就是2万次 它要从这里吸收电压呢 吸收这个电流 它是吸收什么呢 2万次 那也就是说 这边只充100次啊 这边要放2万次 那这样给到这个电容的压力就很大 那么如果这个电容容量小了 刚才说过的 那是不是还不到2万次 因为它在一秒钟之内 这边充100次 这边放2万次 可能只放了1万次 上面就没电了 它就放不了了 这电容里面储存的电就没有了 那么再加上啊 它这个上面还有一个电流 如果电流越大呢 可能它放到5千次 这电容就没有了 那么这个电流取决于哪里呢 取决于这个负载啊 这个次级 次级这边接着负载 比如说整流滤波出去 比如说一个50瓦的负载 那无所谓啊 这个电容容量稍微大一点就够了 假如说200瓦的负载 那么这边的电流就会增大 增大之后呢 就会导致初级的电流增大 那么初级的电流增大 刚才说呢 我们这个电容放电的速度 就会更快 那也就是说 这边冲100次 这边可能放到5000次 上面就没有电压了 那么这也就是刚才所说的 为什么我们小工具的这个开放电 它可以啊 不用PFC电路 稍微用个大量的电容 但是电容又不能太大 太大了会影响它的功率因素 那么所谓说工程师们呢 就设计出了这个PFC的 这个电路 那么它就会使这个开放管在高频率工作情况下 这个电容有足够的电压释放出来 那么为什么加入这个PFC电路之后呢 这个电容就有足够的电压释放呢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下个视频就给大家来一起分享 我们在加入PFC电路之后呢 这里我图画好了 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那么如果还想继续往下听的朋友们呢 在我的视频下方多给我留言 看到大家留言之后 或者说前面讲的大家没有听懂的 也可以留言 我们下个视频上我们再继续往下讲